每日最新关键是城市向前行 已经是来到7月9号星期四了 早安我是Brian宁 早安你好我是德财 你可以使用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收听我们的古今早班 城市向前行 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 我们一起来关注全国还有沙拉月的最新新闻 截至7月8号也就是昨天的中午12点 我国在增加了三中的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 所以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是达到8677宗了 昨天增加的三中新的确诊病例 都是境外输入的病例 那也是大马的公民 所以意味着我国再迎来零本土传染的病例 另外我国昨天再有五个人康复出院 所以累计康复的人数已经去到97.8% 或者是等于有8486人康复了 国内昨天也没有新增的死亡病例 所以累计死亡的人数依然是维持在121宗 或者是占这个总病例的1.39% 至于沙拉月这里我们就看到 昨天也就是失误的省份就出现了新的确诊病例 因此全沙的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是累计到了573宗 昨天的新确诊者 他是一名在沙地阿拉伯石油还有天然气公司工作的我国公民 他是在7月3号的时候就乘搭沙地阿拉伯的航空的搬机 就飞到吉隆坡的国际机场 当时就是在检测的时候 这个结果是呈阴性反应的 在回到失屋之前 他有在吉隆坡的机场一家的旅店住宿 然后再隔一天 也就是在7月4号的时候才回到失屋的 抵达之后就直接被安排到隔离中心进行隔离 接着他在7月6号的时候就被安排进行检测 没想到7月7号的时候 在这个结果出炉的时候就被发现是确诊的了 无论如何他并没有出现任何的症状 他是从7月7号开始就被安排在失屋的医院接受治疗 另外我们也看到昨天是没有病患是康复出院的 所以境内已经痊愈的这些病患 全杀依旧是有551个人是康复的了 那沙拉越的康复率则是保持在96.16%的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沙拉越副首长 兼灾难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拿到阿玛道格拉斯就重申 所有从外国返回沙拉越的这些人士 都需要强制在抵达沙拉越之后 接受新冠肺炎病毒的这个试子检测 还有这个隔离措施的 然后在有关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反应之后 才获准回家完成后续的这个隔离措施 当然在隔离的第十天 也必须再次进行相关的一个取样的检测 那无论如何 全杀在昨天也正式从黄色的疫区 转为这个力区了 来我们要拍手一下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颜色区分 并没有把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计算在当中 所以在古晋县成功 昨天就从黄转绿的情况之下 沙拉越境内的所有县区 如今已经全数变成新冠肺炎疫情的旅区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直接称 我们沙拉越是一个绿洲 道格拉斯昨天是不忘感谢人民做出的一个牺牲 并且赞扬沙拉越人民在阻断新冠肺炎传播链方面 所共同扮演的一个抗疫角色 那他也希望说就是沙拉越人民是能够继续有关的这个努力 来确保沙拉越变成零新冠肺炎病毒的一个地区 他就说虽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曲线已经是被压平了 但是澳洲墨尔本是再度封锁长达六个星期的这个情况 就显示说沙拉越人民绝对是需要继续的保持社交距离 然后照顾个人卫生 并且避免到人情拥挤的这些地方 让沙拉越继续保持干净 是在我们的这个沙拉越迎来绿区的这样子 情况之下当然是可喜可喝 可是要知道是说这个所谓的境外输入病例并没有计算在当中 所以这个境外输入的病例目前当然也还在我们的本地 如果真正要迎来完整的干净的绿区的话 这些境外输入的病例也必须要迎来零 我们要有一个高要求 一个高规格的自我要求 我们才能够向这个病毒喊停 或者是真正来一个阻断 而且这一方面绝对是需要靠这个隔离 来做到 因为我们看到刚刚那一名来自沙地阿拉伯回来 湿屋的这一名人士 他在吉隆坡机场检测的时候是成negative的 可是他回到湿屋的时候才成positive 所以当中你要看到说当中有层层的把关 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这些居家隔离 其实都是必须要靠自己做到的 那下一段回来 其实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有关于大城堡感染群 已经是正式的终结了 待会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